歡迎收看 強哥,剛才我們逛了一會 天氣很熱 可以煮好好的湯水喝嗎 作為廣東人,這是一定要的 夏天來說,好好的湯就不斷 今天有甚麼清熱湯可以煮 平時多數都煮冬瓜多 今天煮粉葛 夏天來說,希望喝下去舒服一點 清淡一點 清潤一點的湯 看看有甚麼材料 我們要準備粉葛 再來是紅蘿蔔 陳皮、紅棗、薑、蜜棗 另外加一些意米 薑和陳皮中和 意米有少水、去濕 再來是用濃骨 濃骨不會太肥 而且煮出來的湯水較清甜 好,我們把粉葛切成一段段 先煮完 粉葛要選擇怎樣的粉葛 最主要是沒有渣的 好像我們現在也挺容易切下去 而且那把刀也黏著一些白色的 就證明粉比較多 切就不要切得太厚 切得薄薄的 燉出來的話會比較清淡 做法就比較簡單 先把濃骨飛水 把它放進去 然後把粉葛、紅蘿蔔放進去 紅棗記得去滑 那個滑比較燥熱 然後放一片陳皮 放兩片薑 蜜棗用來調味 最後把意米放進去 然後燉三個小時就可以了 到最後了 但也有有 油 垃圾 很失跟 紅蘿蔔 黑蘿蔔 倒 有 蝸 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